华盛顿再次试图争取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美国正以大规模泄露文件的罪名起诉他 英国高等法院11月27日开庭审理美国这个上诉 阿桑奇的支持者们在法院外声援 华盛顿要求引渡阿桑奇 因为他在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泄露事件之一中所扮演的角色 指控他泄露大量美国机密军事记录和外交电报危及生命 之前 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待了7年 在高度戒备的贝尔玛什监狱待了两年半 这位50岁的澳大利亚人被他的支持者们视为 因为言论自由受到攻击的受害者 他在今年1月份向自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当时英国法官巴莱特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 理由是阿桑奇有自杀的风险 如果被引渡到美国 他面临175年的监禁 然而华盛顿获得了对这一司法判决的上诉权 并对代表阿桑奇作证的一位专家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这名精神病学家迈克尔·科普尔曼承认自己误导了法庭 隐瞒了阿桑奇滞留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期间 成为了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这一事实 英国高级法院今天开始对美国的上诉 进行为期两天的审理 预计几周内不会有决定 这是华盛顿最后的求助途径之一 如果在此失败 除了将该案提交给英国最高法院以外 没有其他选择 而且还不确定英国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 另外 假若美国这次胜诉也不是该案的终结 这个案件将被转交给一个法庭根据案情进行裁决 在法庭听证会开始之前 一些新闻自由团体支持的数十名示威者们 在伦敦高等法院外面声援阿桑奇 其中一名支持者表示 阿桑奇在法律上 伦理上和道德上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2010年 维基解密公布了一段美国军方视频 视频显示2007年直升机在巴格达发动袭击 造成12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路透社新闻工作人员